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没有限制 其实现在就是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限制 我想干嘛干嘛 有没有说明初登场的图片 所以感同身受的情歌 就是初音之后听到了一首歌 《嘉宾》嘛 就是特别好听 感觉歌词写得好扎心的 感谢你特别耀心 来竞争你的情 就感觉这句词写得特别好 然后就其实没听这歌几遍就回唱了 这就是歌曲的魅力 这就是情歌的魅力 选择一首歌 希望你期待的爱情 那就是林俊杰的歌 期待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你自然而然的关怀 期待爱 当初在地下通道唱歌的原因是什么 地下通道唱歌的原因是因为毕业了 毕业之后琴房进不去了 因为就是 学校门虽然打不开了 琴房的门打不开了 之后就去 家楼下的地下车库去唱歌 然后唱了两次 觉得 嗯 效果蛮好的 然后之后后来就 毕业之后想打 算去 地下停车场去唱歌 那个地下通道就是一次偶然 就吃完汉堡 可能跟朋友 路过了那个地方 然后觉得那首歌 特别适合那个场景 对 就想 坐在地下 但是 地上有水就蹲着了 蹲一蹲成名了就 你觉得音乐上做到什么 才能多出的情况 这个其实 每个人不一样嘛 我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现在只不过就是 呃 再多多出好作品 再多多出让大家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 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好歌手 因为歌手的定义吧 其实 很多人都说歌手 歌手就当歌手 但其实来说呢 大家其实都是一个起步的状态 歌手这个行业是可以做一辈子的行业 因为怎么说呢 你一直都能唱 一直都能说话 一直都能唱 但可能我们原先 我们上一个节目参加的是爱豆 爱豆 但是它的岁数肯定是有区间性的 跟歌手肯定不一样 所以说歌手这个道路 你要问我目标是什么 我只能说 我会一直探索摸着情景 而不是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说每天活得开心 想唱就唱 唱的想亮 怎么看的 要路 首先进龙门需要一点的话 就是颜值 一定要非常好看 就大概是哪个好看 也就刚刚新那种程度 也就胡叶涛那种美丽 也就张欣洋那种鼓 也就和人玉那种蜜糖嗓 也就是诺言那种天才又心脑 也就是人一鹏那种长好看又有才艺的 对 蛮多的 你知道龙门 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一个优点 对不对 我们之前采访张欣洋 然后他又想问你 儿子跟你约饭 你怎么回来 天天跟我约饭 你倒是找我呀 五天以前 我在高速上就是去录综艺的时候 然后他就给我发信息 祝我生日快乐嘛 然后他就一直说 什么时候能给我吃上饭 我说等着回北京 我们一定约 来我家 下来分别要采访张欣洋 谢谢你 张欣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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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多少钱了 够那个去我们吃饭了 啊 欣洋那个歌什么时候发呀 我选择那天把那个网关了 所有的社交平台网我都听耿 鱼耿 小鱼我们好久不见了 什么时候能见一面 三角钟 即使快速说出 张欣洋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的优点 张欣洋跳过好 长得帅 而且又是鼓王 歌人魅力满分 西西洋 西西洋唱歌难听 然后呢就是 有时候打舌头 然后呢最近还胖了 哎这是优点缺点 哎优点不好意思啊 西西洋唱歌好 长得帅 演戏又好 鱼跟鱼 小鱼非常暖的 而且唱得也很好 适合当那种 居家好男人 如果给十年后的自己 有什么事 三十五岁你退休了吗 希望累死你 这是大压不出 没有 高一 你得到 思维 你得到